本期话题 吃什么补雌激素快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那么我们补雌激素 在什么情况下 来补充雌激素呢 如果是在妊娠期间 那么开始的时候 雌激素的分泌是妊娠黄体 来分泌的 等到三个月以后 胎盘成熟了以后 雌激素主要是胎盘来分泌的 那么我们其实在怀孕的前后呢 我们是不太赞成补充雌激素的 因为这个外源的雌激素 对这个胚胎的生长发育呢 它是作用是有限的 那么还有在胃孕期间 我们的这个比如内膜比较薄 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雌激素 比如药物补加热等等 它可以有助于增加这个子宫内膜的厚度 有助于促进怀孕的目的 这个时候是可以补充一点雌激素的 这个呢是用药物的 在绝境期呢如果雌激素降低了啊 我们那个可以考虑食补 从食补开始 比如吃一些含有豆制品 它含有一些植物雌激素的成分 我们可以考虑适当的增加一点豆制品的摄入 还有一些生物制品 比如说蜂王浆啊等等 可能还有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刺激素 也可以适当的补一补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 有的时候补充雌激素啊 它是有副物作用的 它可能会促使子宫内膜的过度增生 反而呢造成一种不良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更年期前后呢 补充雌激素一定要在医生的评估之下进行 因为长期的吃那个食品一类的补充雌激素啊 这个呢对某些女性它是不利的 不一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